台北市重申的路上需要你的支持 让我们都成为台北队的议员 以超过千场的活动参与数字 反击外界用佛系、躺平等负面文宣的攻击 国民党台北市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在选战倒数100天 发表万安奏会行台北百名牙行脚计划 宣告8月23号开始从大同区出发 深度走访台北市12个行政区 和地方进行更多面向的交流与互动 我想借由今天这个机会 我也要跟大家分享 在过去这段期间 我在台北市基层请走 走访12个行政区的心得 以及接下来我即将启动的行脚活动 我在台北市出身 求学在台北 成长也在台北 台北一直是我们深感骄傲的城市 也承载我们共同的记忆 从我决定参选开始 我在这段期间参与了52场 公庙参拜 而且无数次的地方里长的拜会行程 以及在接受到超过千场的活动邀约当中 出席了629场的地方活动 我想这段期间每一场拜会 每一个活动 紧握的每一双手 都让我感受到台北市的热情活力 所以也让我用更高的视野角度来看台北市 也让我对台北市每一位市民 每一个角落都有新的发现跟体悟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 正式宣布 万安做会行 台北百名 行脚走遍台北市 深入行政 12个行政区的活动 正式启动 所以接下来 我将从大同区开始 深入了解台北市 每一位相亲 他们的想法 走入基层 深入每一个角落 从早晨 晨运 到市场的 拜访 到接下来 宫庙的参拜 再来 跟在地 相亲议题的交换 跟民众的座谈 也会品尝在地的美食 再进入商圈 夜市 就是希望 透过近距离的接触 能够实际了解 大家的心声 同时也了解台北市各区 它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除了走访基层 倾听民众心声 蒋万安也针对 12个行政区域的发展 与困境提出看法 当我走访北投 我看到了 乐活观光的活力 但也看到了 长期被忽略的落寞 走访市林 我看到的是未来 北投市林科技园区 产业发展的契机 却也看到了 商圈急需 转型改变的期待 当我走访大同区 我看到的是 过去台北百年繁华的呈现 却也看到了 老城发展的瓶颈 走访中山区 我看到的是 城市快速的发展 却也看到了 基础设施的不足 当我走访中正区 感受到的是 满满书香的氛围 却也看到了 都市规划 它们面临到的困境 当我走访万华区 感受到是万华 乡亲 他们的热情 却也看到 在这一次疫情 他们深受伤害的心灵 当我走访大安区 看到的是 高楼林立的社区环境 却也看到 许多居住环境恶劣 的弱势民众 当我走访文山区 看到的是 好山好水的城郊 却也看到 急需更多便利交通的建设 当我走访松山区 我看到的是 多元的文化融合 却也看到了 相关建设 受到法规的限制 信义区 看到的是 蓬勃的商业发展 却也看到了 许多都市更新的牛步 当我走访内湖区 我相信大家感受到是 完整成熟的 科技园区 却也看到 他所带来的交通庸塞 当我走访南港 看到的是 蓬勃的会展产业 却也看到了 都市发展 留下来的问题 台北市副议长 叶林传 市议员陈兵甫 以及中山大同区 市议员参选人 刘采薇 高士俊 也都到场 与母鸡相互拉抬选情 我们都知道 赤峰街以往 著名的叫 打铁街 派提阿街 近年来 不止我们的 这些五金三行 更多的是 我们进驻的 很多知名的 这些咖啡店 知名的小店 特色小店 还有我们 最具知名度的 当地的老店 这也让我们 略显岁月 横距的老店 老街 让一时间活力昂然 让我们装点着 时代的色彩 新旧 交错 普出的图帽 给我们看到 老街市的魅力与希望 就万安所讲的 你家台北 就是无限 只要愿意加入 各种希望想象 都会是无限的 平府从小 就是在大同区长大 所以大同区对我来讲 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感情 及回忆 大稻城 其实就是台北市 最早发展的地方 在日据时代的城内 变成了一个政治中心 大稻城 就变成了所谓的经济中心 那随着时光背景的改变 大稻城 不再只是中药 或者是南北货的一个集散地 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 已经到了这个区域 开创许多的文创小店 那迪华街绝对称得上是我们全台湾 最有特色的一条老街 但是如同刚刚万安所说的 在老城部分 在我们大同区部分 事实上还有许多带改善 带建设的地方 万安这个有活力 有创意 有能力 那我很感动 平府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万安把大同区当成 这个选战倒数100天 最后冲刺的一个起点 那我相信不只是大同区 未来台北市在万安的领导之下 绝对可以迈向 国际一线城市的舞台 说到小海城皇爷 相信不只是采薇吧 在一座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应该都有去过 而且都知道他非常的灵验 而且小海城皇爷庙 不只是我们大道城的信仰中心 他更是我们台北非常知名的庙宇 而且每次办活动 办庙会的时候 他更堪称是我们台北的三大庙会之一 要说他有多灵验 相信不用我介绍 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 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也要祈求我们的陈皇爷 还有岳下老人 来牵骑我们万安市长 跟市民的红线 我们保安宫走出来这方圆一两公里的生活区范围内 也有我们享誉国内外的美食 包含我们的大龙早市 大龙夜市 岩山夜市 里面有炸蛋饼 好吃的肉羹 好吃的菜喉咪 还有永远排队排不到的红茶屋 以及享誉国际米其林美食 我们有高地菜饭 我们还有档阿比锅 还有鲜肉汤圆 这些不仅是居住在大同区美食的小确幸 更是我们在台北市生存的理由之一 所以你家台北就是无限 万安走一走 台北百名 蒋万安表示 希望透过行脚计划走访12个行政区 了解不同族群行业 以及在地乡亲所面临的问题 携手找解方 也把自己对台北市的愿景 近距离的告诉台北市民 记者林喜会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见